还不如让乾红姑娘过来踢我两脚呢 一会儿在他们换岗的时候 你觉得我们有没有机会 没用的 你还是等我回去以后拿银子来赎你吧 你们的家人 还没将赎金送到指定的地点 您别着急 我估计银子已经在路上了 如果明天太阳落山之前 赎金还没有送到的话 我可要大开杀劲 大当家 听说 你上次绑了魏南鹤家的少东家 分了一千两银子 没多久就用完了 这次绑我们俩 分到你手上也就多几千两 估计也就够你花半年 那半年之后 你打算怎么办呀 半年之后 你不必操心 我再换一家吧 人家说你们做的是五本生意 我倒觉得你这生意 成本其实挺高 为什么是这样 这生意 最后等会 谢谢 我 是 你 我 你 我 就 你 我们 我的生意只要做成一次 下次还能再来 可你的生意 要是在此地犯了案 下次就必须换一个地儿 最关键的是 我们要是亏了 大不了就是赔钱 从头再来嘛 可你的生意若有闪失 赔进去的就是自己的脑袋 这辈子都没有翻版的机会了 没想到 你还挺了解我们这行 在我看来 你这一行 看似来钱容易 其实是拿命换钱 难不成 你还想劝我改些归正 在我眼中 范妍卖茶是生意 打家劫舍也是生意 我不过是劝韩先生改行 改行 改行 其实韩先生干了这行 在赔命之外 还赔了一样东西 什么 良心 良心 良心是个屁 你本是个当兵的 当初跟着朝廷南征北战 据说名声大了去了 因此还得了一个韩大侠的美名 剿匪平乱打完仗之后 队伍救济解散 你和兄弟们一时无着 才落草为寇 加入三寿邦 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 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 我如何得知并不重要 但我为你可惜 你本是英雄豪杰 又有一身武艺 就算不能再带兵打仗 也能干些别的 别说了 你老乱的地方实属不忠 打家劫舍乃是不义 干着这高成本的买卖却不自知 你不忠 无义 无智 闭嘴 你知道个屁 我告诉你 什么是忠 忠就是为将军 都统们卖命 什么是义 义就是用兄弟们的鲜血 染红大人和老爷们的顶子 忠义到最后 他们都封关禁决 义成令下 我们说散就散 无人再管 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兄弟 刀口枪下都活过来了 却在回家的路上 冻死 饿死 病死 你别跟我谈什么良心 只要兄弟们有饭吃 就是最大的良心 你别跟我谈什么忠义 老子能活下来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忠义 他比你齐得过腔了 说明我的话 戳到他的心窝子里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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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快 下来 赶紧压 快 拉牙手 我扎诺 你来 压大牙手 你来 你来 扎诺 不行 他压不住 快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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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玩点吗 对 咱一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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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来来 坐坐 来来来 快坐 来来 赶紧压 来来来 坐这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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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好 看你们这群丧门的东西 又惹大哥生气 还不快滚 大哥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谁惹你生气了 你跟我说 走 我现在就宰了他去 没人惹我生气 我只是突然想 咱们不能再这样了 又赌又喝他 脑壳都赌没了喝没了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大哥 这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你干吗想那么多呢 老二 你有没有想过 咱们以后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还不是和今天一样吗 难道 你想当一辈子的土匪 大哥 只要我牛寿娃跟你做一天兄弟 别说这辈子当土匪 就是下辈子事 我也干